神韵世界艺术团24日在苗北艺文中心 进行台湾第一场的巡回演出 那么台湾的各界政要以及代表 都特别致赠花篮及贺词 祝神韵演出圆满成功 台湾台语金曲歌王 音乐创作歌手荒山亮 久闻神韵艺术团盛名 特地前往苗栗观赏 第一次看神韵的荒山亮 从演出中找到创作灵感 今天这个舞台 让我们得到很多灵感 然后尤其是像这个互动的部分 跟3D互动的部分 还有国乐器跟西乐的结合 然后舞蹈这样整个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很棒的 荒山亮也胜赞 神韵传递稳定人心的力量 中华文化是很美的 然后也需要大家去传承去推广 然后在这种现在的世界环境 这么动荡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稳定人心 然后可以温暖很多 我相信全世界海外的华人 都会因为被这个表演所感动 百闻不如一见 就是常常听说 但是还很鼓励大家 亲自来表演听 欣赏我们神韵的表演 受到许多台湾网友喜爱的 网红里长何知宁 他对神韵演员细致诠释的 一代美女杨贵妃 印象深刻 他也陶醉神韵的二胡演出 并推荐年轻人多多接触 与欣赏神韵之美 我觉得能够亲身来到这边 然后能够去亲眼看到跟体会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演出 然后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就是比较少参与 能机会参与 他们可能都是网路上 来去看这些这类的表演 我希望他们能够亲身都来体会 行政院政务顾问徐定珍 则是神韵的忠实粉丝 他期盼神韵能到中国大陆演出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舞蹈能够在中国大陆来演出 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 终究学院的政权 是大家要一起对抗的 诸如同神韵到处巡回来演出 让更多人除了欣赏 中国古典舞蹈的美之外 也能够发出正义之声 神韵演出首场在周间进行 仍吸引大批观众前来 在苗栗的三天四场演出 近4200张的票全数授庆 还有来自越南的观众 特别所观赏团来台 就是要亲眼目睹 神韵风采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底基金蛇志成在台湾苗栗的采访报道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